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刚刚去市场买了几条黄骨鱼回来 黄骨鱼又叫黄纳丁 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微量元素 平时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都可以多吃一些黄骨鱼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往鱼上撒适量的盐 黄骨鱼上的粘液很多 盐呢,有很好的摩擦作用 可以把粘液清洗得更干净 还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在抓的过程中,要小心一些,不要抓到手了 再用流动水,一条一条地把它冲洗干净 洗净后,放入漏盆中控水备用 接下来,再把黄骨鱼上的印刺给它去除 像这样就行 把它放入大碗中 然后准备一颗大葱,把它切成片 再准备一块生姜 再准备一块生姜,先切片 再切丝 全部切好后,放入鱼中 加少许盐,入点底味 把它们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2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两个去籽的青椒条 把它切成小圆圈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圆圈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 然后准备一个生姜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装入辣椒的盘中 然后准备一块生姜 然后准备几头大蒜 把它改刀,切成片 再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后,放入辣椒的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葱和香菜 把它们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调个味 加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两勺料酒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适量的胡椒粉 加入180毫升清水 把调料稀释化开 这个时候,将腌制好的鱼 剥开葱姜不要 把它放入盘中 然后锅烧热 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 把鱼一条一条的放进去 在煎鱼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防止油溅到身上 盖上盖子 小火煎至一面金黄 一面金黄 给它翻一个面 再盖上盖子 继续煎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 先把它装入盘中 然后锅中留底油 把姜蒜辣椒倒进去 翻炒至断生 再把料汁倒进去 鱼倒进去 盖上盖子 焖煮两分钟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拍摄不易 制作不易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再把葱和香菜 倒入锅中 翻拌均匀 盛出来 浇在鱼上 像这样 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黄骨鱼 就做好了 闻着好香啊 看起来就非常的下饭 这样做的黄骨鱼 吃起来不腥不柴 鲜嫩无腥味 里面虽然加了几个小米椒 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辣 小孩也可以吃 看看肉质鲜嫩 吃起来太好吃了 一人都可以吃好几条 非常的入味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